为了支持美国华人教育 南加州华裔家长教师协会就宣布 第12届华裔高中生奖学金 即日起开放申请 一直到3月18号截止 欢迎符合资格的南加州学生 把握机会踊跃来争取 鼓励我们的华裔学生 在搞好学业的同时 也要多参与社会活动 因为我们在奖学金的评选当中 社区服务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项考量 所以我们主要是向社区传达一个信息 就是注重学业的同时 要多参与社会活动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好的 这样的话 孩子们在读书期间 在他的中学大学期间 就培养服务社会的这种意识 对将来他们做一个优秀的公民 做一个好的领导者 做一个好的公民 这个都是非常有影响有帮助的 会长刘荣文表示 2016年的申请资格很简单 只要是就读于南加州 而且具备公民或绿卡身份 品学兼优 而且热心服务社区的 华裔高中生都有机会 评审委员就会从申请的人中 依照社区服务 学业成绩 自传论文 以及领导才艺四大评分标准 选出前三名的优胜者 颁发奖学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给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